国内的疫情严峻 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 南台湾的部分 包括了台南跟屏东 在今天呢 是各新增了两起确诊个案 全部都是因为家庭成员而染疫 而其中案5644 是日前屏东案5463 还有5465的亲戚 在20号身体不适 到诊所就医 24号得知家人确诊之后 到医院裁检 隔天确认染疫 而另外屏东的两名确诊个案 案5886跟案5887 则是因为呢 有接触到万华工作室的家人 案4266因而染疫 拨出部分的量能给锦销来施打 国内疫情持续升温 第一线锦销工作风险高 市长黄伟哲向中央喊话 提供疫苗同时重罚未归店家 财宝蛋一开出来是12万元 甲官们真营业 寄出铁腕一次就是12万元 除了杀鸡儆猴 更是因为台南26号 又新增两起确诊病例 案564是案5463及案5465的家庭接触者 案56420多岁的男性在台南工作 定期开车往返高雄住家 也会到屏东确诊 亲戚家玩 因而接触染疫 共匡列68人其中60人都是同事 另外案5645平时自行开车到华林工作 因为接触板桥清油染疫 足迹单纯共匡列12人 目前相关足迹都已经清销完毕 而在屏东则是新增两起确诊案例 新确诊的跟原来确诊案例 4266是家人的关系 案4266有万华工作室 回到屏东 而自家后确诊又传染给女儿案5886及同住的孙子案5887 其中孙子平时都在夜市摆摊 女儿则是搭乘过双铁还去过市场 两人都在经过居家隔离后确诊 共匡列6名接触者 避免移动是最佳的防疫保脸 疫情严峻 第三季境界也跟着延长 虽然同岛一命 但减少移动才能共同守住最后一道防线 据台南屏东综合报导